哇 出發囉 這集我們去哪裡好, 這裡? 麻麻地 那裡? 麻麻地 那不如去絕不麻麻地的油麻地 各位觀眾, 年代大激鬥 賣來玩, 賣來賭 大王, 這裡是哪兒? 這裡就是這裡 這些房子這麼舊, 車子是人力車 問問街坊好 請教我們, 知道這裡是哪個地方 我給你時間想 3、2、1, 這裡 真厲害 你住了幾年嗎? 我小龍仔在這裡 對, 住了幾十年嗎? 好, 我們看完廟雞了 很厲害, 但油麻地有特色的地方 不僅這裡 還有, 還有… 果渡… 果渡? 是的 那裡不是足足有100年歷史的 油麻地果欄 它已經被列為三級歷史建築 足夠資格讓我們進行 年代大激鬥 不是鬥大食 果渡這裡以前用草棚搭成的 1920年到130年代左右 這裡就用磚建成這些石楼房 我想問旁邊這些樓底是用來做什麼呢? 這些樓底, 人家看見了 是用來烤桑拿的 不過不是烤人, 是烤椒 讓他們快點熟 大王大娘這樣做什麼? 她害怕嘛 家欣來了一群人, 比他還要吵 比他還要吵? 好是好非, 明辨是非 就是搞事搞非, 撩事鬥非 大家, 冷靜點 大王是這樣的, 不要介意 她很漂亮的女兒, 真妻 好… 冷靜點 我想問大家有沒有來過果欄? 有, 果欄旁邊看電影, 你呢? 對, 因為這裡附近有一條街是唱曲 我吃夜晚都來唱的 我們早就來這裡拍攝 拍攝了… 拍什麼? 學時學費 好, 我最怕買菜 四位美女總會分為兩組 進行我們的年代大激鬥 勝出那一隊就會有… 大獎賞? 獎賞會不會就是這些新鮮生果呢? 哪一組會得到呢?比賽才知道 大… 怎麼了? 她們太吵, 她忍不住 那就是這樣, 別讓她們說這麼多 我們說完就好了 好 見待大激鬥 今次看哪一塊? 去片 凌晨時分的油麻地 男士們打出眼睛, 到處看 看什麼呢? 就是看著那些多水多汁的水果 提子大大粒, 沒這麼大大過 我們所有新鮮的水果吃 令腸胃暢通 也是靠這一群在果欄工作的路由記 真的要說一聲 蠻魚腦的橋, 腥橋 半夜三更, 這麼多水果進行大鮮 難免因為人車爭路 和妖人清磨而引起爭端 在九六年發生過霸運行動 令市民沒有水果吃 嚴重影響變變 不久之後, 業界停止了霸運 坐下來和政府代表慢慢談搬遷的問題 誰知道一談就談到現在的近二十年了 果欄沒有搬過 裡面什麼都沒有改變 這位在果欄工作了半個世紀的陳先生 他所做的崗位就叫做先生 先生是什麼呢? 給你一個提示, 不是教書的 好, 問題就是 這個崗位叫先生的, 是做什麼呢? 是做先頭部隊 很厲害, 好像你去日本 你去捉地市場那樣 首先你會為一個人去試一批東西 其實很漂亮, 可以賣好一點的價錢 我知道為什麼我們做同一個節目 是呀 我們搭多少都一樣 是, 這樣就賣了 先吃先, 各位先生 一、二、三、四, 你沒人去試一顆 但是你想想, 我想吃貴 例如這些人家一箱箱的 你把箱子切給你吃兩顆嗎? 是呀, 你真的… 你真的吃嗎? 如果之前那些是封箱箱 不可以試, 是不是塗了箱箱嗎? 除了用口試, 用手試, 用鼻子 算了, 我給你, 你最多說話 我支持你, 我支持他 對, 你支持, 找個代表 給他一個答案 你們繼續, 我很忙 謝謝, 請你 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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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你 好, 全部都是先頭部隊 吃先頭部隊 是呀 做完這個節目, 明年不用續約了 好, 我們請個答案 請問 這位陳先生的職位叫先生 是負責開單和收銀 所以掃口非常好 小個崩子都會追求你 好, 正確答案是負責開單和計算 就是掌櫃 是呀 兩種都錯 我剛才提到眼耳口鼻手腳 說得更離譜 繼續補充… 沒有補充 所以現在的回合是怎樣的? 打和吧, 你有錯嗎? 這水果真漂亮, 真是送禮自用無以上之 大王, 自己收拾吧 以前買水果送禮都要講求包裝 要用它, 用它和它 這麼複雜, 怎麼包? 什麼複雜? 你們那群傻傻傻傻傻傻傻, 他們包吧 好, 開入鏡 不會入鏡子, 會不會包? 好 好像那些中藥似的 沒錯 四、三、二、一 好 好 很穩固的 好 拿來, 拿去 很穩固的 簡直是一包中藥 一包中藥, 一包中藥似乎傻傻傻傻 對, 說得很大吉利士 對, 那你那包是怎樣的? 你看我們多甜蜜 四、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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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正確的答案, 人家多穩固 死了, 也不能掉 你看, 這樣 算了…被他們當是熱身 弄死問題, 又是時候來了, 準備 年代大激鬥, 今次玩BeeGo 剛才我說過在果欄裡面 老闆和老闆娘為了要催熟的水果 都會用一樣的寶物 這個寶物, 每間果欄的店舖都會有 請你們用最快的時間 在我們的店舖找這個寶物出來 三、二、一, 走 走, 讓他快點睡覺一點 財神爺, 補財神爺, 補財神爺 還有一些噴… 噴劑的 你們不要拆, 別拆, 別拆 別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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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拆 別拆, 別拆, 別拆 找到了… 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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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是這個, 看有四 對 嘉琪還有什麼料理? 這個只有每間店舖都有 就是放在這裡的 就是…我是在神桌旁邊 保佑他, 快點送… 我來吧… 我來吧, 我們一字就行, 一、二、三 蕭菜貓 蕭菜貓 脆脆, 泡菜腸 泡菜腸 你這隻叫很可愛 泡菜腸 你不知道 別拆 別拆了, 別拆了 我現在問他們, 別拆, 別拆了 請郵老闆出來解釋給你們聽,好嗎 好嗎? 好 買些什麼東西進去 現在這個就是我們行家的梅石 又有名字叫臭石 由於梅石遇到空氣會發熱 所以只要將蓉子包著的梅石 放進水果箱裡 它就會慢慢發出熱力 把水果焗熟了 就是哪一組比較適合? 剛才有一組提到用報紙 不過不知道為什麼 你們說答案的時候 我曾經說過, 所以打和 打和… 打和, 有人說過 在果欄附近 有一座歷史悠久的磚龍式建築物 泥都油麻地 泥都油麻地 大家都會看到 後面是紅色的建築物 1895年建成 大家知道它以前是什麼嗎? 知道嗎? 我們出生都會知道 要錦囊… 更加明出生了 行了…這裡錦囊 我剛才看到兩位, 玉姐姐… 玉姐, 這座紅珠屋 以前是什麼家庫? 霸風的人要過來 像是妓仔嗎? 那些妓仔的姑娘… 對, 是不是妓仔嗎? 找不到 有沒有幫我秤過? 是呀… 你不是, 太害怕了 好, 正在這座位是什麼? 上海街舊秋水站工程師辦公室 亦是香港水務署現存最古老的 秋水站建築物 不過自從1920年這裡曾經被改建成為 石頭禁谷 垃圾桿 還有工廠 舊市 在2009年這裡被評為一級的歷史建築物 這裡現在是油麻地戲影的辦公室 很厲害, 說又說, 正式的問題又來了 年代大激鬥 舊市太激鬥 別瞎眼, 這個就是34年前 剛落成的太空館 當時用了6,000多萬來興建 它還被譽為是全世界設備 最齊全的天文太空博物館 這個就是展覽廳 這麼厲害, 不進去看看老親 說明是太空館, 當然有太空人 還有很多人做衛星等等的展品 穿梭機, 現在都退役了 真的科技進步得比穿梭機更快 剛才跟大家介紹過太空館 這麼多個地方 當然不能缺少這個天象廳 這個天象廳當時真的挺厲害的 這個會動動動的東西 就是全天域放映機 當時來說, 全世界都不是有多少部 它可以把這個影像投射在 圓拱形的銀幕上 看影片的時候, 令觀眾可以置身其中 除了這個放映機之外 屯門王者鄧丁敏身邊 這塊更加大有來頭 各位猜猜這塊是甚麼架火 屯門王者鄧丁敏身邊 這塊更加大有來頭 各位猜猜這塊是甚麼架火 好, 問題就是這塊究竟是甚麼 很容易 你先說來聽聽 說不得了, 不然讓他們知道 做甚麼 我不會抄你, 好 我抄你, 楊家琦 家琦 很容易 4D太空船? 沒錯 你那是電影嗎? 真的, 就是那時候 你現在看那一部十大最佳電影 你以為現在才有嗎? 那時候香港一煮已經有了 你不要看清楚 那時候屯門王者還很年輕 沒錯 而且很年輕 三十年前也有 什麼? 飛雪上太空 什麼事? 他們… 飛雪… 因為太空, 人們上去 想找食物或日常用品 想要, 靠這個東西 就發射漢堡包和飲料給他們 但這個像是未來的東西 不是以前的東西 你又知道, 沒試過 就是… 你知道嗎? 好… 看電影看哪兒 這是什麼看電影? 夠了 我們看電影看大網 相信最吸引人的展品 就是我隔離這個 曾經接載過太空人 史葛卡本特 環繞地球三洲飛行的太空囊 美國在1962年的水星計劃裡 曾經發射過一支 晴天神火箭星空 而史葛卡本特 就是坐著這個極光七號太空囊 隨著火箭而升空 正確的答案就是 史葛卡本特坐過的極光七號太空囊 是什麼? 就是現在的反梅艙 太空人上去太空 又回到你們的反梅艙, 明白嗎? 明白嗎? 對… 我想是比較不同的 為什麼又有反梅艙? 你這個放什麼筆 你這不是磅嗎? 你這不是磅嗎? 不是磅 不是磅嗎? 你不是磅嗎? 是磅嗎? 是磅嗎? 磅嗎? 磅 以前賣東西要公道, 就要用清 年代大字典來到油麻地 今天我們今天和大家學一字 學過清字, 正所謂 公不離婦 清不離婦 我們說找了一個女朋友 不夠合法年紀的機會做 不夠清 你夠嗎? 我夠清很久了 是嗎… 糟糕了 是, 看得到… 不斷在這裡清…讓我考考你 這個是什麼清? 清金, 用來清金 這個呢? 清藥菜, 清用來清藥菜 這個呢? 明珠, 用來清豬 你試試吧 腩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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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得稱叫什麼名字是沒用的 要懂得怎麼用才行 我們就找學會最冤博的大王 告訴你怎麼做 大王 師傅 師傅告訴我, 稱是一種槓桿原理 如果有要稱的東西在這裡 這個就是頭腦, 二腦, 三腦 這個稱兩斤, 這個稱五斤 這個可以稱到二十斤左右 好了, 我們熱身 就是時候問正式問題了 老闆, 練大大激鬥 這次找誰 舊時的人去街市買菜 看到賣豬肉的哥哥 老闆 或者是賣菜的阿嬸 阿姨 都會說, 是呀, 師傅 請先一點, 劉威 行了…先一點… 那怎麼為止請先一點呢? 幾位嘉賓快去找一把請請給大家看 是… 還沒開, 不能說 這個叫寶 甘文, 甘文, 甘文 這個就是, 這個不姓 阿邦, 怎麼可以稱你 是… 有了… 有了嗎? 是 好, 怎樣稱先一點呢? 其實越厚就代表東西越重, 對吧 如果我放這個, 越遲就越輕 請先一點… 你知不知道拿請嗎? 別人這樣拿的 我選擇比較鮮 對, 你選擇比較鮮 很輕, 無論我請多少都很輕… 請先一點嗎? 他比較鮮, 鮮一點是否要跟著那條線 什麼叫鮮一點? 鮮, 即是鮮 即是說要跟著那條線, 要準一點 看看你們合不合得來 要找個學識最冤枉的人走開 阿邦, 說答案 我嗎?我們有請老闆 老闆 什麼叫稱先一點? 原本就算是稱先一點 用尾巴刀高一點 提高一點, 即是怎樣? 那就多了, 那就已經多了 即是要計算什麼? 稱先一點 你現在算什麼? 算便宜一點, 是嗎? 對, 即是賣便宜一點 太誇張了… 不要… 冷靜一點 你們這些是是非非, 我們是不理的 總之這部打和, 兩個都不理 打和… 等了這麼久, 兩句還沒分到勝負 看來應該是明燈指引 對, 但是說明燈, 可能是明點 明仙 信不信由你們 有請明燈 明燈, 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你熟不熟嗎? 當然熟了 是… 這間油麻地戲院 是嗎? 現在也是 對, 現在也是 這間叫光明戲院 以前是戲院 也是戲院 是戲院 這裡坐擁吐露說無敵海景 這裡曾經是男生追女生的經典地點 這裡這麼多年都沒有變過的椅子 我和David也坐過 這裡就是戚冊一時的神級追女盛地 而且是粵語殘片取景的熱門地點 翁牙山房 不過此情此境已不在 2005年, 翁牙山房跟大家說再見 讓修哥還沒他的威水史 有在這裡追過女生嗎? 有, 追過很多女生 誰成功了?現在胡太太嗎? 不是, 每個人都成功 不過成功之後就分開了 為什麼呢? 我都在這裡追女生 對, 也成功 也成功 大家知不知道翁牙山房 未成為茶座之前究竟是什麼呢? 問題是 翁牙山房未曾做茶座之前 它是一個什麼地方? 明燈, 有什麼提示? 有幾個提示, 是 第一個, 未曾做茶座之前 是一個漁航 第二, 花田最有名的就是豆腐 山水豆腐, 當時是一間豆腐廠 第三, 它是一間老人院 第四, 最後 是一間別墅 家琪 是, 我們是選豆腐的 我們有解釋的 首先是翁牙山房 他跟翁牙也有意思 翁牙是一些上年紀的男人 或者… 是這個翁 對, 翁, 或者未有對象的人 他就希望找到他心目中 一種很優雅的女士 對, 如果他約那個女孩說 我和你去翁牙山房 吃豆腐嗎? 就是吃她的豆腐, 現在那女孩說 真的, 馬上很有錯 對 我們也是吃豆腐廠的 因為我們知道那裡有三明水秀 做出來的豆腐一定好吃 而且為什麼會變成愛情性地呢? 就是… 譬如你約一個女孩在那裡 你跟她說 她說, 寶貝, 你就像豆腐一樣 又白又滑, 不得米 沒有… 好了, 現在有這麼多東西了 我們一起看看正確答案, 去片 翁牙山房前身是私隱的 度假別墅 傳聞屬於陳濟堂將軍的兒子 建築物和花園遊合了中日的風格 後來輾轉之下 卻賣了給彭氏家族做茶座 現在成為豪宅 現在我們看看兩個答案都是錯的 對, 我就錯了 你答對 對, 你答對 不過她更好 那怎麼辦?收拾 她有命令她們很好 當然是她們 好, 那一題就證明是 佳琦這邊贏了 年輩大獎勝 公布成績的時候 沒錯 沒錯, 經過我們這麼多回合的問題 嘉琪, 你就答對一題 幸好蘇哥給你答對, 珍太太 如果沒有吃他們… 只會一手過 桶蛋 給你而已, 讓錯 所以勝出的就是你們了, 太好了 說了, 但… 因為剛才的一題是他強行給你們 是他在這裡的時候 我們就給他不在這裡, 我們收拾 好 其實這個不是最主要的 最主要就是你們全都學士學費 就是你們幾個都這麼好姊妹 所以是獎勵你們這麼多位 對, 這個杯子是酸炸檸檬 極酸酸炸檸檬粽 其實鏡頭面前的那些是假的 很像妹妹 對… 妹妹… 誰走, 誰解釀 大王檔 很乖, 怎麼說, 我喝… 我喝了… 來… 這個腿值是1 肯定算得飛氣